你就不怕你老夫知道你在我这儿 我现在摸她的身体啊 就像摸我自己一样 早没意思了 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了 我们不这样 才不好吧 为什么每次都是关键手来电话 喂 我忙着呢 回去再说 你疯了 我这会儿没时间跟你说 回去再聊 回去不用聊了 你刚刚的所有行为 都已经同步在了你老婆的手机 还剩半杯酒 你如果喝得下 这边有了情歌 我是一名情感考验师 在我看来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99% 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无脑动物 今天的客户告诉我 她的男朋友对她非常的好 但她还是不放心的 不错 伪装的非常適体 但是她一定要破绽 今天你老婆来不了了 不是让你陪陪我吧 我看起来 你最近工作很好 你闲了可以帮我劝劝她 让她别那么辛苦 我妈有个酒吧 你不过我们去 不了 因为她下班还没有吃饭 我点了她最喜欢吃的甜点 一会儿我帮她带回家 不可能 这样的男人是不会存在的 一定是能表达的还不久 其实比起甜蜜的卡布鲸鸡呢 我更喜欢她的食物 我更喜欢她的食物 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一个 不会拒绝的纯彩 我得手了 这是我男朋友 如果说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 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无脑动物 那她绝对就是那百分之一 不是你想得到呀 这只是我的工作 相信你 我好好考虑一下 这段时间 我们冷静一下 不好意思 打热了 好 我马上离开 怎么 心情不好 跟你没关系 从前 有个杀人巫术 他在一次执行任务时 在太阳暗刷的 里面 有个习惯 他在咖啡厅 忙不快放 而这个习惯 跟狙击手就不过一样 没人会在咖啡厅 但在这个世界上 狙击手偏偏和正面的影响 最后 他放弃了 最后 他放弃了你 没认识到家伙的坚决 没认识到家伙的坚决 你没通过这个 咱俩还是 我们 分手吧